许思涛先生住在北京 采访当天借用顿角网的演播室 完成了北京与东京的线上采访 对于日本媒体最关心的疫情下的生活 徐老师说核酸检测已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但是在北京和朋友小聚或者健身并没有什么影响 徐老师说上一次走得最远的地方 是2020年1月中旬时在香港 其实日本的经济学者们也很期盼 能够早日恢复以往的走动 面对面的在经济学术领域里交流切磋 没有想到中国在20年之内 这个房地产会经过这样的这个增长 是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在问我 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觉得我肯定 以我自己的专业能力 是做不出这样的判断 所以其实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发展的很多呢 是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您还记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的这个节点的时候 您当时正在做什么 您对于这个消息 当时您是有什么样的感触和想法 中国刚加入世贸的时候呢 我们都很就是带有很多的不确定的这种感觉 因为当时呢就是政策制定者 还有研究中国经济的都觉得 中国能不能够跟国外企业竞争 会不会出现很多企业破产的情况 但是这20年过后 其实发现到了真的不是 但是这20年之后呢 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觉得就是有一点 我们今天确实看到了 就是加入了世贸 其实对世界经济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对中国经济起了这个促进的作用 但是呢这个20年呢 确实是中国和西方在这个世贸的这个 很多当初答应的话 今天看是出现了很多的分歧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这个中美出现了贸易战 也是为什么 就是今天我们再看世贸组织的话 其实跟当初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在今天的这个世界的大环境里 就是很多这些全球性的组织 其实已经失去它原来的位置 像去年的时候 日本在供应链这方面 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当时呢就有很多的声音 包括媒体的声音 还有日本一些企业的声音 他们就说不要把这个供应链的这个 端头要都集中在中国 所以他们号召说呢 是不是能把这个供应链 往这个东南亚其他国家去移动一下 对于这样的主张 您怎么看 您认为这种移动有必要吗 如果移动的话 对中国影响大吗 对 因为我们看这个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史 就是日本实际上是一直是 就是有计划的去东南亚 进行增加它的投资 因为到今天呢 东南亚呢 就是最大的投资者还是来自日本 我觉得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是吧 那那确实在汽车零物件等等这方面 我觉得就是日本企业已经在那建立了很深厚的这个基础 是吧 还包括日本的商社 但中国的市场呢 跟东南亚的区别 我觉得有几点 一个就是 现在到中国来投资的日本企业 欧洲企业 其实它更关注的 其实不是作为供应链 更关注的是 中国的市场本身 就是中国的消费者 是吧 我觉得这是 这是最大的区别 第二呢 就是中国其实和 东南亚的经济呢 也存在巨大的互补性 在过去的几年中 一度 但很短的时间 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个经济体 它跟中国的贸易 居然超过了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 所以就是 日本和中国在东南亚呢 其实有很多合作 当然有竞争这样的关系 那第三呢 就是这是涉及到一个可能 就是我们知道就是 不能不违避的一个问题 就是地缘政治是吧 那地缘政治呢 其实确实也表现出 这个各国之间的 可能不信任啊 猜忌啊 甚至担忧啊 那东南亚呢 因为它是一个 比较松散的这么一个组织 是吧 就是大家都不会去害怕 东南亚说白了 所以呢 在这个背景下呢 其实东南亚得到了 不仅日本的很多投资 也得到了来自中国的很多投资 所以我在回答您的问题呢 就是中国不应该担心 是吧 但是呢 就是中国呢 还是应该进一步的开放 刚才您说 您两年多 两年三个月没有出国了 是吧 现在 现在日元贬值 那么考虑到疫情过去之后 您还要到日本来 您有考虑过 多换点日元存起来吗 对 我觉得现在日元的贬值是暂时的 因为呢 我觉得就是 呃 这次呢 就是日元贬值也是 其实也是很意外 因为我觉得在目前的背景下 因为每次出现战争 投资者呢 就是有 避险的倾向 一般呢 他会把钱放在日元或者瑞士法了 因为日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 避险资产 所以我认为这次 就是日元的贬值呢 是一个是吧 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我相信 就是 很快 日元会反弹 日本媒体 他们认为这次 呃 俄乌的冲突造成了石油上涨 还有现在房地产也卖的不是很好 那么中国在疫情管理上又非常的严格 所以这有可能导致这个经济增长目标 5.5%很难实现 您认为我们其实不不要太在意这个5.5%是吧 我觉得不要太在意 两个中国经济呢 今天呢已经是属于一个 呃在某些地方属于比较发达的 比如沿海地区啊 是吧 比较发达的 但内地呢还比较 呃落后 但总的来说 就是中国经济今天呢 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就服务业占的比例越来越重 那服务业占的比例越来越重的话呢 就是经济增长的每一点和就业 其实不是有那么明确的关系 因为一个大的项目呢 它可能带来的是很多的投资 不见得带来的就是真是很多人就业 我觉得5.5肯定是有很大的挑战性 尤其是呃这个欧洲战争 再加上最近呃疫情的控制 尤其是在呃呃在在上海 及周边的地区是吧 前一段的在深圳 因为中国经济最有获利的就是 长三角和猪三角 那它确实是影响了这个呃物流 影响了这个企业的这个供应链 是吧 更不要说呃像像我这样的人 以前是可能每周都去上海 那那那那这个确实是有困难 下半年中国经济如果我们要 就是呃这个考虑到这个疫情 这两年多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表现 和我们的做法 我特别期望就是我们的政策 要直接面对的是最终端的需求 就是消费者 有请订阅 有请问